美国准备撤军阿富汗 而当地的情况 现在正被两个现象 完全地攻击到了 我们即将看到一场大悲剧 第一个是疫情 第二个是塔利班节节胜利 阿富汗政府节节败退 首先美国自己住在阿富汗的大使馆 美国大使馆 因为阿富汗疫情 欠缺疫苗疫情非常严重 所以连大使馆里头 都会一百多个人确诊 其次 由于大家都知道 美军要撤了 阿富汗部队自己本身 也没有足够的战斗力量 从美国开始一步一步撤军 五月到现在六月 塔利班强势攻占了阿富汗北部多个地区 美国自己的情报界最新的评估 阿富汗即将成为像我们所熟悉的 1972到1974的越南 甚至更快 阿富汗政府可能在美军撤离六个月之后垮台 按照美国总统周八点现在设下的时间全部撤离 是今年的9月11号 也就是20周年 但是很可能在那个之后 马上我们就会看到 美军撤离 没有多久阿富汗政府就全面的垮台 巴汗政府呢 目前想做了一个补救 就是当时美国打阿富汗战争的时候 承诺当地有一些人 你只要做美国的口译 协助美国打战争 你可以得到永久居留权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 美国没有实践这个承诺 结果他们被塔利班的人不断地追杀 这个时刻在最恶化的时候 周八人认为很可能这部分要进行补救 但怎么补救 他没有提出方法 根据纽约时报他说了一句话 对于情报组织提出来的报告 阿富汗政府很可能六个月之后垮台 周八人的话说 随着美军撤出 阿富汗人必须自己决定他的未来 双重悲剧在阿富汗上演 举国三千八百万人口 疫苗接种率仅百分之零点三 逃不出Delta变种病毒魔爪 美军持续撤离 阿富汗安全部队失去澳元 不敌趁势攻城掠地的塔利班 疫情下更显脆弱的医疗体系 早腾不出病房 氧气也将用尽 首府医院直接关门拒手病患 相隔不远的美国大使馆救护车 进进出出 阿富汗第三波疫情来得凶猛 管内确诊人数已经破败 至少一人死亡 塔利班此刻趁虚而入 究竟是何方过错 疫情让阿富汗政府自顾不暇 前线政府均缺乏后援补给 美国不再提供空中支援下 要击退反攻势如破竹的塔利班 不可能的任务 自从美军宣布撤离 阿富汗全境370区 塔利班重新攻占至少50区 连同既有领地采取策略式包围 让国际间高度担忧 阿富汗可能变天 岌岌可危 政府政府控制所有巨大城 包括 Kabul 但多么的国家是抗担 而且一个增长区域是控制 由的塔利班 担任在北方向 Kunduz和 Faryab 在最近几天 和 Shirkhan Bandar 主要向 Tajikistan 他们更加强烈在南部 在 Helmand 包括在Lashkagar 塔利班不但持续在阿富汗扩张领土 还收编了一箩筐 没了美军当靠山 放弃抵抗 缴械投降 顺手奉上装甲坦克的政府军 国际间的深层恐惧 是害怕军心涣散的阿富汗军队 一路兵败如山倒 最后让塔利班连一颗子弹 都无需耗费 轻松攻陷首都克布尔 曾与美军出身入死 前美军翻译官 接受美媒采访 便害怕一旦克布尔失守 他与其他效力西方联军的翻译同僚 都难逃遭塔利班 斩首许众 必须承认 如今的美国 已被当年内阁 雄心勃勃的世界警察 拜登上台后 延续川普政策 选择从这场与越战并列 美国史上最长的海外战争中 做出完全撤军的决定 也意味他得面对后事公平 美国曾一手制造西贡沦线 宣布撤离越南两年后 1975年 绝望的越南人 欺甲带卷 攀爬进驻美国大使馆 求能跟使馆人员一同撤离 但没有任何越南人 在这天被美方直升机带走 只能看着南越首都西贡 遭越攻贡 四十多年后 克布尔若重演西贡灾难 遭塔利班占领 势必替美国海外战事史 写下又一个误点 美国国会山庄听证会里 军方开出支票 克布尔不可能复制西贡悲剧 阿富汗人只能自利就计 穿上尘封已久的军服 一个已解散的武装团体 与附近居民共组盟军 说要联合抵御塔利班入侵 美国断然放手 让阿富汗陷入可能的权力真空 是对是错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曾经评估 塔利班在美军撤出两年之后 才可能卷土重来 对华府及区域盟友构成威胁 但美国媒体已发出质疑 眼睁睁看着塔利班 步步攻城掠地 政府仍坚持要在911之前 全面撤离 现在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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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年轻弱的情况下 让他想起来 有些年轻弱的情况下 有些年轻弱的情况下 每天的情况下 在Afghanistan的情况下 轻弱的情况下 现在的 Taliban 继续持续持续 这些攻击 在阿富汗二十年 美国最后独善其身 灰灰衣袖逼走两只 纵使国内情报单位 已一改先前乐观 直言克布尔政府 恐在美军撤离半年之后 便彻底垮台 仍选择留下孤立无援的阿富汗人 面对一切残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